从深沟看世界 看见新深沟 舌尖上的深沟 走开啦 欢迎收听秘密之一 我爱深沟 大家好 我是林大米 本周的深沟新闻 因为八卦记者Over忘了交稿 本编辑台只好向深沟的其他县民打听消息 首先关心深沟村 这个礼拜发生了一起家庭暴力事件 基于保护当事人的名声 本台只能以化名的方式播报这则新闻 前几天有一对伴侣 小花和阿明 两个人为了做家事闹得很不开心 原来阿明答应要帮小花做两个小时的家事 时间一到 阿明就往田里跑 因为田里的工作还很多 可是小花气坏了 觉得阿明根本无心做家事 哼 出来工作都走 所以气得把阿明最爱的那一本金装本的书 从二楼往下丢 阿明回到家看到摔坏的书也很气 觉得自己没有做错 目前小两口谁都不打算道歉 这个事件告诉我们 小农家庭现在忙着收割 包米 出货 太阳大 火气旺 很容易擦枪走火 情绪失控 而伤害了身边最亲爱的人 所以田里的事情忙归忙 家里的事还是要做好 做满 至于气到乱丢东西 也不是不可疑 阿明说 我不要捡较烧的 但甘肥 祝福小花和阿明 床头吵 床尾河 接下来这则报导 同样事关爆料者的人身安全 所以他的声音必须经过特殊处理 请听众千万千万不要好奇 这位爆料的神秘客到底是谁 深沟村即将有一场史无前例的小农新品发表会 这场由小间蔬菜主办的活动 在8月27号星期六中午 邀请七位农夫煮他们刚收成的新米给大家吃 当然还要顺便卖米咯 讲白一点 这是一场小农之间 看似表面和平 但是明争暗斗最残酷的厮杀 而这七位小农到底是谁 我们听神秘客怎么说 第一位是两百甲大头目 杨文泉的卡依米 就身体很好的人 他一再强调身体很好的人 但是我觉得他的卡依米 应该没有他的身体那么好 因为看他今年被称为罗王的状态下 应该他的卡依米的成熟度 没有其他人那么高 我的身体超好的 嗯 很敢讲 再说到产量大师曾文昌的罗杰米 还有新加坡来的女农夫 娜娜的谢谢米 娜娜的话他就是 感觉是一个很利落 很果决 就是要做什么 他就一二三四五 就很简单很利落 好像什么事到他那边就很简化了 轻轻松松的那种感觉 有听说文昌大哥过去看了一下 就转头走了 真的吗 看来这位神秘客埋伏在圣沟村很久了 对每一个都辽若之长啊 再说说另一对科学家夫妻党 陈奕翰的友善谜 奕翰他就是一个好爸爸啦 觉得他们还是算蛮有计划型的 两个都带着某某一起去 感觉好像都照着计划走的感觉 绝对不会缺席的当然 还有硬空大师江应得的小尖米 身为资深200甲的成员 应该有一定程度的技术 他种出来的米应该就跟他一样吧 就八风吹不动吧 四平八文吧 我超有挡头的 那再说那位很会拍照 也很爱八卦的over田文社的米吧 可能吃了一口就会跟他一样 嘿嘿嘿嘿嘿 这样子啊 不正经吧 我觉得他应该要变成叫跳跳米 可能吃完之后就像跳跳躺在嘴巴一样 又跳躍的那种感觉 最后一位连神秘客都自认不熟的 参赛小农 就是李松熊阿伯的松熊米 小间蔬菜上面都有介绍这个阿伯 从开始插样的时候就有介绍 新加入由惯性的方式 开始尝试要进入友善 那这个部分基本上就是200甲很希望能够能够看到的那个部分 就是希望能够慢慢越来越多人从关系慢慢走向友善的部分 对对对所以阿伯一定要让他进来PK一下 听闻了神秘客为我们做的战力评估 当天活动想必火药味十足 精彩可奇 最后请神秘客猜猜看当天PK的结果 谁会是最伤心 落寞 迈向最差的小农 就天文色啊 你不要出卖我好不好 还好吧 是 大米遵守承诺 但我相信8月27号活动当天 这位神秘客一定会现身 这一场让小农与消费者面对面的难得机会 活动需要事前报名哦 因为小煎蔬菜真的很小煎 报名要快哦 活动详情请看小煎蔬菜FB粉丝专页 或打电话03-922-0781 小爸爸 爸爸慢走 爸爸慢走 这是宜兰众位一人老大人 正在上公报库的现场 大家好 我好过来 小姐都很专门 来为大家感谢你 谢谢 大家好 我先给你看阿花 说到哈密瓜 一个比一个更像主持人 我跟鸡鸡鸡鸡来都没起来 要比较好 冷藏髮 acı山 在哈密瓜的高nom 总有些阿公阿嬷说不缘跟着来 因为 西屋 今天在接受专访的是大米金久仰大名的于元蒙老师 那如果说到于元蒙老师 我们要做这个联想题的话 那大家直接联想一定是彩玉 这个很可爱的小鸟儿 那但是大米其实觉得从今天开始应该帮大家再做一个第三个联想 就是说到彩玉就想到于元蒙老师 说到于元蒙老师要想到什么呢 还有泛舟哥 老师 老师我那也先不见见我 你哪有可能跟泛舟哥有关的 因为老师于元蒙老师自泛舟 泛骨的泛 舟公的舟 所以明明是这么有诗意 这么有文学的泛舟竟然被大米说成泛舟哥 老师你怎么知道台湾天要干嘛 当然要泛舟啊不然要干嘛 那泛舟哥你能听过吗 不晓得了 那我真的是太没大没小了 今天于元蒙老师 是我们不只是宜兰 就是台湾对于生态教育圈的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熟悉的大前辈 老师您的故乡 应该是先说母语啦 算是客家话 算是吗 如果要讲的话 应该这样说啦 爸爸是客家人 就广东梅县 是 他住在那个中立 但妈妈是闽南人 就是娘家是在厚礼 厚礼 台中厚礼 所以我变成是一半 但是因为我在宜兰出生 长大 所以我客语我都听不懂 啊 呵呵 所以台语特别强 反而我从小台语说得很好 不过出来教育的人都说你外星啊 那你身份转折叫你 不知道啊 说外星的行为可能中文表达能力也很棒啦 对吧 一般要让人印象中 嗯 教书吧 嗯 老师是宜兰高中的物理老师退休 是的 呵呵 老师您是生态艺术画家 就是现在大家给您另外一个名称 除了您退休之后 所以你说的创作当然就是 呃 其实它都偏向于关怀生态 关怀环境这方面 对 然后像是书法啦 然后你最爱的彩域 用油画的方式啊 或者是素描的方式 素描 对 然后水彩 水彩也有 水彩 是吗 然后像是 写日记 哦写日记 对 这个都是 一张一张的把它贴起来 哦对 现在大米是到了老师的工作室 老师家里 呃就是真的叫做麻雀水小五脏俱全 咦老师采育算麻雀科吗 开玩笑 完蛋了 我是不是就问了一个很白目的问题 采育就单独一科就采育科 哦 但全世界就两种而已 嗯 那台湾就有一种 所以这非常的珍贵 嗯 而且 而且已经列入保育类 对啊 第二集保育动物 对 嗯 老师我们这个想要用 我爱生购这个节目啊 最常玩的一个小游戏来认识 认识今天节目的主角 就是快问快答 嗯 就我乱问问题 然后您直觉想到什么 你就回答我什么这样子 好 好 请问鱼元蒙老师 你的名字是谁取的 阿公 阿公 为什么要叫做鱼元蒙 冰 冰 因为过程路电头冰 哈哈哈哈 老师你开玩笑 你真的吗 真的吗 阿公跟你讲的 嗯 呃 大汗和妈妈讲的 对 阿公不跟你讲一下 哦哦 阿公很有偉言 哈哈哈哈 因为阿公叫做用 哈哈哈哈 好可爱的阿公哦 好 老师你鱼元蒙哦 我感觉说这个 要来学台语的念怀 一定也是很勉弄的 老师你的台语怎么念 冰冰 伊万冰 对 有老师 所以有人叫我冰哥 冰哥 老师你光是名字就很赢了 对耶 赢很多 好继续 请问老师 你跟动物的初恋是什么时候 是哪一种动物 哦 鸟 鸟 哪一种鸟 马雀 哦 那是什么时候 大概两三岁的时候吧 那时候就初恋了 因为 那时候家里面后院就有很多马雀 最容易看到的 嗯 因为那时候家里养猫 啊猫会抓麻雀 所以你同情麻雀一天到晚被欺负 是啊 这个是不好 可是那时候不懂啦 那时候以为说我们家的猫很神啊 哈哈哈哈 什么意思 在你儿时的那个画面里面有哪些 我都还记得啊 因为他要抓麻雀的时候 他几乎每级必重 哦 他只要把那个屁股这样摇一摇一冲过去就抓到了 嗯 可是老师我不太懂的 是猫明明是在陆地上的 然后鸟是可以飞 它的空间更大可以发挥 为什么鸟那么怕啊 因为你后院就是说以前的环境 嗯 那种血童树啊 还有一些大的树会掉很多的这些种子下来 它麻雀会在底下觅食嘛 嗯 然后猫就自然就会到后院在那里等 嗯 然后这些小鸟啊 因为太高兴了 吃得很高兴就忘了 然后猫因为是无声无息的嘛 对 所以它一扑就种了 嗯 然后你又是那个螳螂捕蝉 黄雀在后躲在旁边看这些事情是不是 是啊 所以就觉得说 哎 这个猫怎么这么厉害啊 嗯 这种印象很深 后来甚至连在拍照的时候 有吃在台北公园 看到有一只猫的行为 我就知道说 它可能要去捕麻雀了 哦 结果我跟踪之后 果然 它是有这样的动作 但是我没有把它拍下来啦 嗯 那时候的想法不太一样 嗯 可能有的人觉得这是精彩镜头 但是我不会这样想啦 嗯 嗯 因为一边是得胜了 一边可能就丢了性命 嗯 哦 长大了以后用另外一种思考 嗯 所以那时候对麻雀的感情是因为同情比较多 嗯 可能就是信仰吧 因为我从小就是信佛教嘛 嗯 后来因为阿嬷啦 妈妈都吃素 跟太太也都已经吃素很多年了 所以自然的那种思考idea会做不一样的变化 嗯 但你说两三岁的时候麻雀就对那种爱鸟啊爱动物的那个感情 那么小就被激发出来 那不只麻雀啦 那时候前院还有很多像蜻蜓啊 嗯 蜻蜓以前很多啊 它黄昏的时候都会停在那个桃树上面啊 对 嗯 老师你小时候是在宜兰市区长大哦 就在现在的那个四方陵园那个地方 因为住的是日本宿舍 因为老爸是在警戒服务嘛 是警官 对 然后住在等于家眷 日本宿舍 日本宿舍 对 家人是不是也都很支持你 就是随着自己的喜好发展 像是你从喜欢动物 然后后来是物理方面的进修甚至于到师范读书 然后再到美国佛州 嗯 也是公费留学 是 这些感觉上 很幸运 对 感觉上好像跟你原本的对于生态啊动物这些 其实本来好像会是两条路对不对 嗯 其实这个整个脉络来看它还是有一种关联啦 嗯 因为以前男孩子通常家人都会要 要你念那个理工嘛 嗯哼 当然理工还是要有一个条件啦 你数理要好嘛 嗯 我是很幸运啦 我也不晓 反正数学我就觉得不难啦 所以自然而然就一定要念甲祖嘛 那个时代叫甲祖嘛 甲祖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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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甲祖当然就是 那个时代第一志愿一定要填物理嘛 嗯 因为诺贝尔讲的杨正宁的关系嘛 哦 所以第一志愿是物理嘛 那个时候 台大第一志愿是物理哦 电机系反而是在后面的啊 嗯哼哼 因为乡下小孩就是比较喜欢那个大自然嘛 嗯 啊 自然而然就是等于四号啦哦 你的课余时间啊 就会比较到野外去做观察摄影啊 因为回来交属之后啊 就跟同好都会去拍照 嗯哼 拍这个风景 但是拍风景后来啊 有偶然的机会参加这个鸟会活动 嗯 嗯哼 就发觉说拍这个鸟类啊 更有这个意思啊 更有意思 因为它挑战性更大 而且这是火生生的东西 所以也因为这样就走入了这个不归路啊 啊你说留学其实那也是跟我们这个相关的 因为我去留学不是念物理啊 我念的是环境教育嘛 所以其实就跟我做的这种生态教育 是一样是相关联的 嗯 老师你刚刚形容去拍鸟的时候 感觉那个挑战是特别大的 当然 是因为它就是一直在动的状态 而且根本很难捕捉嘛哦 它就是非常的美 哦 然后不管它的瞬间 哦 还有很多你意想不到的镜头画面 嗯 而且它讲起来这生态学的知识那么丰富啊 哦 哦 你不只是拍而已啊 你还可以不断的去研究 哦 那这个就永远啊 让我们的好奇心啊 嗯 等于说永远就得不到满足 得不到满足 你就可以一直 哦 这个应该怎么讲 一直追究下去 一直玩到老啊 只怕没有时间玩 老师那为什么是采育 为什么最后你清病了 当然这个是很特殊啦 嗯 因为其实我71年就赏鸟 到现在来讲应该34年了 嗯 啊 采育是31年 哦 那也就是说刚开始赏鸟 当然看了很多种鸟类 嗯 那时候还没有看到采育 嗯 啊 就有一次这么巧啊 就在宜蘭市 在那个泰山路水田那边 泰山路就是离我们 呃 宜蘭高中 或教书的地方很近 嗯 那现在那个地方已经没有了 现在变成南平国小 哦 哦 啊 在那个地方呢 那就那么巧 水田里面就很多的采育 嗯 然后你第一次看到采育 你就会觉得很漂亮 因为他母鸟 哦 那个颜色非常的鲜艳 对 哦 他眼睛又那么大 哦 那我们问农民啊 哎 结果农民也都知道了 农民他有给他一个名称啊 叫做土人狗啊 土人狗啊 为什么土人狗啊 因为他那个嘴不是长长的会弯下来吗 对 啊你如果去那个土人狗有啊 土人狗是什么 土人狗就是在鱼蜜的嘛 哦 土人狗 啊土人狗 鱼蜜的 鱼蜜的也有自己那个那个 鱼蜜的那个 石膜 那个饼 那个饼 那个饼不是长长这样弯下来吗 对对对对 哦 所以其实就像那个饼 所以农民很聪明啊 嗯 就要做土人狗啊 就是以他的嘴的形状 原来 所以老农你讲土人狗啊 他们都懂 嗯 年轻的就不知道啦 嗯 以前这个土人狗啊 很多啊 农田里面都有啊 嗯 嗯 他们以前也也不只看过啦 以前 哦 也会拿他的蛋啊 嗯 哦 所以他们都很清楚啊 土人狗啊 就是一见钟情了 对不对 是 哈哈 啊 当然慢慢的你的感觉不同 就是说 哦 原来他在宜蘭 他这么特殊哦 南洋平原有那么多稻田 他又生活在这个稻田里面 嗯 哎 那渐渐的你又发觉说 他的生命其实就跟稻田是息息相关啊 嗯 哦 所以如果以他的生老病时 他的兴衰来看的话 也可以来见证环境的变化 嗯 哦 那因为这个原因我后来退休我就想说 我应该更下点功夫啊 哦 更花更多的时间来专注在这个柴鱼的生命室 嗯哼 所以我才后来决定每天都一定要观察跟记录 哦 因为这样才会有他的价值嘛 嗯哼 我们在刚刚一进来老师工作室要聊天之前是先到了外面田里头 也看看老师平常都怎么观察记录的 所以我们可以听一段我们刚刚在外面的现场看到了什么 柴鱼在那里啦 最小的那些 小的那个现在跑出来了哦 哎 他有可能已经有鸟巢在这边 然后他现在出来吃饭 嗯 哎 前面这个的话这一对是那个宏观水鸡嘛 啊 后面那一只也是啊 嗯 那你看这一对现在 很恩爱耶 很恩爱 这个就是 应该是马上就要成家立业啦 应该大概是这样 老师你会不会有点像看到老朋友的感觉 你跟他们会不会有些 有时候会有熟视的感觉 不不只熟视吧 不只啊 你还要取 你会不会自己都偷偷取名字 每天没有看他们就不舒服啊 尤其是采玉啊 真的 因为我每天都要看他们啊 嗯 哦 因为我每天都在记录啊 嗯 哦 你看你看 采玉他现在在逼那个宏观机 所以你看了这个动作啊 这个就很明显啊 因为如果他今天没有这个领域性的话啊 他就不会有这个敌意嘛 嗯 那他这个动作就是表示他附近一定有他的鸟巢 哦 所以变成说哎 你不要太靠近我的地方 嗯 所以他就会有一种动作出来哦 就Display了 嗯 但是Display我们翻做展示哦 但是其实他这种展示是一种防御性的 嗯 所以也叫Defensive Display 哦 威嚇 可是老师他身材比人家娇小 为什么他会那么的勇敢 他必须这样子啊 嗯 但是事实上真要打的话他打不过这个宏观机啊 打输啊 对 所以一起做做样子还行就对了 那当然了 但一定要这样做哦 一般来讲他他这样子一种动作啊 这个宏观机看了有时候就会散开嘛 嗯 除非宏观机他可能也附近有他的领域 嗯 那可能就真的会打起来哦 老师你的眼里为什么那么特别对采域的那个 采域物种是这样子啦 因为你看嘛哦 他一方面在蓝阳平原 我是认为他在台湾应该蓝阳平原是最多啦 哦 蓝阳平原基本上就是稻田嘛 嗯 哎 啊 稻田就是采域的那种安生立命之地嘛 生老病死都在这个水稻田里面 哦 啊 尤其冬天又有一季日休耕嘛 哎 啊 啊 休耕的话 他还是一样继续的繁殖啊 因为我这些年观察才知道说 原来采域 他是12个星座都有 什么意思 你想想看啊 人是不是也12个星座啊 对 那就是表示12个月都有鸟巢啊 都有小鸟出生啊 所以才叫12个星座 哦 采域是一年四季都会繁衍生育的 但是他有一个旺季 嗯 就是大概6月到10月 嗯 那这个繁殖的比较旺 旺 所以我给他讲旺季 就是鸟巢会比较多啦 鸟巢的树木 哦 老师那他们个性 这个有可能是夏候鸟再加进来的原因吧 哦 他们12星座会不会跟人类一样个性也差别很大 哈哈哈哈 有老师一定有关系 写小说可以这样写啦 我们来写写看 是啊 哈哈哈哈 也希望有一天能够写个小说吧 啊 真的哦 是啊 老师那您在记录你说这么七千多天的日子 你每次记录通常工具 像今天看到就是望远镜是一定要的吗 我主要还是回去哦 嗯 啊 有那个日记本啊 素描本 啊 我每天都一定要把它写得比较完整 嗯 通常我出来 有时候是简单 带个纸跟笔哦 嗯 把一些相关的资讯记一下 嗯 啊这样就可以了 嗯 啊回去再整理 嗯 啊有时候可能再画个图这样 嗯 画个图是把刚刚看到的景象画下来 不一定 什么都可以画 嗯 嗯 就是有点像插画配图 嗯 基本上哦 就是不去干扰它嘛 嗯 不去干扰它就是说 比如说我 我如果开车过去的话 我这样看哦 嗯 我看得出来它是在哪里 那我就会把它记下来 哦 记下来当然就是先把它编户口 哦 它户口 比如说 我举个例子了 嗯 啊 其实它刚刚是一对 它现在两只 右边那个黑黑 那个颜色比较深 那个是母鸟 哦 啊左边现在在走动那个是公鸟 哦 嘿 这是一对 哦 因为现在没有单筒望远镜可以弄给你看 很漂亮 哦 它母的公的很容易分 嗯 所以假如说 哦 刚刚我们说那一只是 它回去复旦的话 嗯 哦 那我现在发现了 我就把它编一个户口嘛 嗯 啊户口我会这样编哦 呃今天的话是7月11号 对 那我就写0711 嗯 H1 H1就是指这一块田 哦 就是这一块漆地 Habitate 嗯 然后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鸟巢 嗯 就N1 Nest1嘛 所以叫H1N1 后面再写个2016 这样这个巢的户口就定下来了 然后后面当然还要复注哦 嗯 就是 这是在 比如说 鲜德路一段97项 然后这里如果有个住家 这几号 嗯 东边第二块田 那这样就寄出了 哦 所以你以后如果在GPS定位 嗯哼 那这个就很重要的学术资料 嗯哼 谢谢老师 接下来回到这个室内 我们跟老师继续聊的是 老师刚刚你说到 对 那些采域它的生存环境 反映了整个人类农村的环境 单纯就这个农村 尤其是深沟村 因为你在这边住二十几年了 后来就从宜兰市搬到这里 您觉得有哪些让你比较难受的一些改变 嗯 深沟村 其实在很早以前我也来这边拍过照了 那时候交通不方便嘛 嗯 嗯哼 后来当然渐渐的这个交通便利以后 那很多人就希望往乡乡下跑嘛 嗯 嗯哼 那我当然也是一个机缘啊 哦 非常的好 哦 啊 如果用一句话形容就是说 一田有多草 鸟草 一块田就可以看到好多鸟草 哦 啊 现在当然就是漆地越来越少嘛 因为农发条例之后啊 嗯 农地买卖自由化嘛 嗯 啊 这个宜兰的条件呢 吸引了很多人来嘛 就以深沟的例子来讲 某一条路啦 我有给他记录过啦 他其实那个路也没多长 才一点几公里 大概农舍就盖了五六时间了啦 哇 多久的时间 嗯 就这几年啊 就这些年 老师不透露那条路名是不是 嗯 没关系啦 你说啦 附近啦 其实 其实这个就是一个代表啦 嗯 那这个当然就是农地不见了 它是稻田嘛 嗯 那当然也是这些众生的棋地啦 嗯 所以棋地的这个消失 当然这个对这些 Wire Life的影响 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嘛 嗯 啊另外 彩玉来讲喔 他因为 他算起来是比较弱势 嗯 也就是说他小鸟出来 因为爸爸带嘛 那他们生存的条件有几个几个因素啦 第一个就是水嘛 嗯 第二个就是食物嘛 第三个要隐蔽 第四个就是空间 嗯 嗯 那现在有农地的某些设施 对它就会造成很严重的伤害 甚至于一个死亡的威胁 嗯 就是水泥田梗啊 嗯 因为水泥田梗一做 它现在孵出来之后 嗯 这个小鸟过不去嘛 嗯 过不去这块田如果干掉 那这个小鸟就长不大 就会死亡 嗯 所以这个是蛮严重的 嗯 老师因为您就生活在这个深沟村 那我自己也乡下长大 对于一些老人家聊天的那个style 大概也都知道 他们有时候讲话都很冲 就说 哦我人 我人都没家床大 你是只有狗角啊 我都想人兼顾好 我想要先住个好环境啊 你你雇那个小鸟啊 你 那就欣赏就好啦 怎么可以 怎么可以还影响到我住房子咧 很多人其实 当然很自然的反应 会是这样子 嗯 也不一定 因为農民 其实老農民 他们对他的土地 都很深的感情 你不要看这些老農民 虽然我们農地没有很多 但是这農地没有出力 不一定就是老農民买 嗯 嗯 因为我这里也有一些储朋友 嗯 那也都八十元 又去做餐 嗯嗯 我也不甘味了 他就说 有啊 人都要来买啊 我说可以啊 啊 家族哪一瓶两万 我一瓶四万啊 我一瓶四万啊 看你要爱我 他们是不卖的 嗯嗯 但是他们也知道 这个时代走到这个地方啊 他就说啊 反正哦 我如果在生我买买 啊 将来 我如果回天要买这种 我就不知道了啦 就差不多了 我没管理了 嗯嗯 看个人啊 还有每一个家庭的 環境背景也不一样 嗯嗯 有的他很好过 他也不想要去买啦 嗯 有的也不想要去买啦 有的也不想要去买啦 我如果有一堆餐 我如果买这些钱 我 有我的应用 对吧 所以这个都是个人的 嗯 所以还是要回归到政策面 整个的环境 整个国土规划 嗯 还有回归到粮食的问题嘛 嗯 这样才是根本知道啦 嗯 可是如果 老师您是从生态保育 还有包括 对于采育的 这一生的挚爱 对他的热情 想想多记录他 这种心情的话 你自己有时候会 把自己放到很前线 去对抗那些 农地可能被滥用啊 或者一些政策面的事情 跟你产生冲突 你你现在还会怎么 面对他们这种事情 讲起来我们 整个环境这是 还是回归政策嘛 嗯 嗯 啊 然后就是 我会比较用观察的方式 嗯 希望我所了解的 我把它描述出来 嗯 啊 也就是说 嗯 这这整个问题 哦 它还是一个环境跟生态问题嘛 但是我们 在 讲到这个 稻田的问题啊 现在有很多小农 也进来 对 那他们也带来很多新的观念 跟风气嘛 嗯 其实 老农民他很单纯 他就是只是做 他希望生产 就这么简单 嗯 然后新的观念 当然不是 只是生产嘛 我们也都知道叫三生嘛 哦 还有生活啊 还有生态啊 对 然后这个观念也影响了一些老农民 尤其像我 最近啊 也碰到一个 他已经 那个 都七十几岁啦 哦 他说 诶 我也想来这个友善一下 真的 好可爱 我说那不简单啊 他说是啊 欸 其实这个很好啊 啊 我现在 我也不会注重说 我一定要 一甲地要 要得到一万多斤啊 嗯 这个观念很好 我也来试试看 嗯 所以其实 这个小农的这种做法 他还是会慢慢来影响 这个一个风气啦 嗯 所以老师 深沟村是个很特别的地方欸 他吸引了好多小农来哦 对 你有没有觉得好奇怪 哈哈哈 你自己是老深沟人 我想应该是 就是有些年轻人 他有他的理想嘛 嗯 嗯 那这种出发点 其实跟我们是差不多 都是一样的 就是为了环境整体考量嘛 嗯 所以也有人来创造了历史啊 比如说古东俱乐部啊 对 然后年轻人 梁白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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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杨先生啊 对 他的带头啊 嗯 就变成一种很好的一种风潮啊 嗯 老师那像这样子的小农 在这个农村这几年很活跃 然后跟老师也都很熟悉 而且听说 如果一遇到老师在田边 散步遇到老师 跟老师聊天 聊三句 就一定会跑到采域的身上 哈哈哈 一方面也是 这些年轻人好奇心啊 求知欲都很强嘛 嗯 刚好我有这个经验 最主要就是小刘啦 比较早认识 会由他来引荐哦 对 所以找机会跟他们上上课啊 聊聊天 嗯 然后我也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啦 因为有时候 人家的田你也不能去 随便去看嘛 那刚好他们有信息给我 我也可以做更进一步的一些观测 哦 老师我听不懂 人家的田不可以随便去看 我们走路散步 不是都就都会看到别人的田吗 看当然 你你远看没问题啦 你如果要近看的话 或者甚至要走到田耿 那恐怕就 那是人家的土地嘛 真的哦 是啊 你不能随便就 就田耿就踩上去啊 我会这样子 所以这样是不应该的 对 那就是真的人家的私有土地 对 哦 这让我想到前几天台东的热气球 然后热气球都会降落到附近农民 把农塑物弄 弄坏了 那就有当地的农民出来抗议 就说每次都拍拍屁股就走了 也没有给我们一点补贴或 或道歉补偿 是啊 所以即使我们你说做研究 那对不起啦 老农问你 你先叫啥 对不 嗯 嗯 不过有时候 这个也很有趣啦 因为农民也分八八重啦 嗯 啊 你有时候这个 就是说人生的经验 你也晓得 什么样的个性你要怎么对付啦 比如说我今天如果下田去啊 只是采一个植物 某一种植物我想要拿回来做观察嘛 嗯 其实那个是没什么啦 也没有影响到他的道座嘛 嗯 因为那又是羞耕田对不对 对 啊 我曾经碰到有一个老农民 啊你做啥 蛤 你这样我的餐啊 你会做什么 啊 这时候我会怎么办 我就说骗子 要搬一个草不可以 哈哈 他就怕你啦 你不要那么老实的 啊 是你是你啦 没啦没啦 啊 我就有事 所以你要看 什么样的人 你都要这样 哇塞 老师这是因为你的名大来的一个威力 对不对 没有 这是人生经验 就都变小了 搬一个草不可以了 我们要学起来 所有的小农听到都要学起来 不要自以为理亏 走到田里 看人了 要懂得怎么应付了 老师那我想到 一个做不健康的问题 是 就是可以在田边尿尿吗 嗯 嗯 这个恐怕不行吧 因为 最主要 其实我也不能讲 因为 就在自己的 邻居左右 没有 你走远一点的时候 因为邻居左右的话 你还是 再忍不住 还是先回家 哦 其实真的是要这样 这个是我的准则啦 嗯 嗯 因为我有一次 为了拍那个鸟巢 小鸟出生啊 嗯 我从早上八点哦 那么一直待到车上 一直拍到下午五点哦 嗯 不吃不喝也不尿 这样子 啊 你忍住 对 因为没有办法 它那个小鸟 第一 老大出生 几点几分 老二出生 几点几分 老三出生 几点几分 老一出生 几点几分 你都要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接下来爸爸给他新生训练 那个等于你一辈子都等不到的 哇 就是这么一个机缘 所以你一定要忍住 嗯哼 嗯哼 可是如果说你有时候是 走得比较远的田区 去那边 呃就是 没有特别要观察什么 可是就一时尿急了呢 没有 还是要想爸爸回来 还是要回来 啊 我们真的是要学老师有气质一点 因为老师外经问过几岁的小鸟 答案八百块 但是大部分都是就地解决 答案啦 有人会说这是 西卫的老先生 什么西卫 哦 老师你客气了 没有 其实那个丹阿公啊 那个三观共丹阿公主委啊 其实他也说不可以 有勒毛 不是这样说 我觉得这应该是以前 从小阿公的一种 课系啦 哦 因为我从小 到大概阿公十几岁就走了啦 可是因为那些年都跟他睡在一起 他也讲了很多东西 但是阿公不会骂人 他很有威严 嗯 嗯 哦 那就是个教士 教士啊 我们用中文还写不出来 但是我们台语就很好说 教士 教士嘛 有带动作的感觉 会拍的那种 就是一个教士 教士就是一个道理嘛 嗯 很艱难的道理 嗯 你要听我说 他说的一个笑话 好 人家人来 啊 就要趁 去倒 滚水也好 倒地 让人家喝嘛 嗯 啊 同样你如果去人家 到 人家倒地 搓你 或是倒地 搓你 你不能沙拉 就随便喝下去 哦 嗯 例如我以前就是一个人 去朋友那儿嘛 滑天很滑 哦 整身乌冠 啊 一支味 哦 滑得这样 煮人就 燙燙燙的一杯茶就跑出来了 哦 来的车用茶 那人就因为这些滑 不懂的 一嘴就水 喝下去而已 啊 这样 不要说 就不敢说 不敢说 是这样 就看天花板 看天花板 就把主人说 啊 你这 大厨的这个管 有夠水 啊 啊 这个管 是去搭椅子买 啊 主人就说 哦 這去烫烤山买 烫烤山 哈哈哈 烫到哪有啦 啊 哈哈 怎么都这么婉转啊 都不可以在这儿 干一出来说 哦 太热 都不可以这样 啊 啊 做主人也不可以说 不好意思去把你搭掉 结果都很完整 所以啊 说这个笑话 我永远就会记得 其实这不是笑话啦 这就是一个咖啡 还有一个车 啊 还有一个车 还有一个车 哦 哦 七分厂而已 嘿 啊 啊 现在看少年那暴 product的地人都都夺了 带着轿烫出来 对,对,对,对 对、对,对 对,对,对 对 visiē,对,对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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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对,对,對 对对,对对对 对,对对得 也可以標誕 也是要有規矩 對 同樣 對 都是看到老花那一代的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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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師我今天這樣 嗯 算有教養到你困難嗎 嗯 稍微 好 我陪你真 哈哈哈哈 好啦 老師這樣我領工才夠找 你困難的時間來幫你擦 哈哈哈哈 沒有啦 老師謝謝 隨時放陪 哈哈哈哈 謝謝 拜拜 本節目沒有固定形式 沒有固定來賓 但是每週六中午十二點 固定播出 網路收聽品質有好有壞 收聽時請相約 創作說明書